但两岸情势非常的紧张 就传出美国对于台湾 无偿军原品已经抵台了 其中还包括了八套的 这个军规的战斗各装 包括有这个1000艇的 这个M240B排用机枪 那么专家就很忧心了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开战呢 美国显然又是在武装台湾了吗 此外我们还要来带您掌握的是 这个黑熊学院的院长 沈柏阳他就特别指出了 他说要这个培养台湾人民呢 有一个这个抗敌的意识 除了可以拿枪杆子打巷战之外 你也要有搜集这个情报的能力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台湾的民众 了解战争知晓战争应对战争 那现在就有人说了 他是抗中保台的领军人物吗 那现在也有人担心说 那强化自保能力其实没有不好 只是难道现在是要替打仗来做准备吗 那他希望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保护自我这免于外界的一些干扰 但是有人说这样子不是正规的训练 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 是不是会变成像国外的哈马斯基金组织一样 保卫人民无能 反而只会让人民陷于 这个水深火热战争当中呢 这个是有一些网友的一些看法 我们也为您点出来了 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了 要武装台湾吗 那么现在呢上海台办就说 谁上台大陆都可以应对 赖清德上台可能就是更有利于加快统一吗 因为之前在拜协会的时候 习近平他就有特别说了 他不会在某个年线武统台湾 那么似乎呢 是中美关系有释出一个善意 对于台湾的这个问题 他们或许是有一个共识 那么现在侯友宜就说了 赖清德的台独其实主张是引战 他说信赖台湾 现在是在信赖习近平吗 那现在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则说 黑重学院要纳入国军的建制吗 那这个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自己把一个社团 一个有去有想要打七弹的人 然后自己是把他当作是一个社团啦 怎么说就是有些人对于战争 或是对于打仗 本来就有点兴趣 所以可能会很喜欢去打七弹啦 或者是呢到野外求生啦等等等 所以他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他说对他这个部长而言呢 这比较像是一个社团 那么我们刚才有说啦 难道现在专家就在忧心说 美国又在这个武装台湾了 那现在赖清德说什么两岸和平啦 所以不会打仗啦 那现在却又请这个沈柏阳 担任部分区立委啦 那大家就在骂说 你的和平是否还假的呢 美国鼓励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下一个就换台湾吗 传出美国对台无偿军援 最新一波军援平抵台 包括八万套军规战斗各装 和一千艇M24栋B排用机枪 而专家一听到大傻眼 因为这些装备是专门应付城镇战 美国难道又要武装台湾 排用机关枪 我都认为这是就是城镇战 就是近战向战才会使用 因为你机关枪的射程就是三百公尺 我们难民到什么地方去 有没有做规划 要选总统赖清德嘴上必谈台独 还说要两岸和平 但看看他提的部分 群立为沈柏扬是黑熊学院院长 说要号召三百万名黑熊勇士上战场 还要培养三十万名神射手 并扩大女性参军主张全民皆兵 也要提倡三十万人学情搜 蓝伟红嘴上说不打仗 提的人却鼓吹抗中打仗 民进党把仇中黑熊学院当保院长 还当令鬼 这黑熊学院到底有没有护台战斗价值 沈柏扬过去还兼任党产会会员更是中天车召案的外聘专家 反观蓝营提名的前国防副部长 也是前海军上将陈永康 不但立下不少攻击 更首唱国舰国造 退休海汉英美智库互动关系良好 网友说蓝绿正一笔简直天差地 美国想武装台湾 民进党却对美国超忠诚 民进党提的部分区也对党的命令超忠诚 但当民进党说不台独不打仗 就不知道对百姓忠不忠诚 记得西红路视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那么持续我来看的是 侯友宜在早上出席嘉义的活动时 那么就特别被问到的是 被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有否认2027 2035 攻打台湾的这个计划 是在打脸在野党呢 那么现在侯友宜除了他特别说 这个赖清德 他根本就是想要自打嘴巴 我们继续来看看 赖清德说信赖台湾 现在是信赖习平了吗 从头府黄崇彦就特别说 习近平要拿出具体的行为 来证明他的说法 但是到现在我们有看过战机少了吗 这个不让总统府就打了 这个赖清德 这样一个巴掌 完全不认同 所以我自己非常清楚的指章 我们要拿出我们喝阻 对话以及降低风险 让两岸之间能够重启交流沟通 用友善尊与平衡的态度 大家一起和平相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态度 永远的守护台湾 而且是物不是物实的台独工作者 来守护台湾 那是隐葬 所以赖清德 你的台独主张才是隐葬 要是寄望别人的整个做法 因为没有看到 继续的行动之前 请保卫台湾 就是要提升 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才是最故事的一个做法 好我们继续还要来看的是 蓝英所说的强烈对比 那么立委陈以信上午直询时就说 这个陈永康提名前与外这个智库频繁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国军最近也有一个汉光演习 那么也是缺乏了共同作战的图像 导致说其实现在演习也缺乏 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 那么该怎么办 中国正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表示赞同 那么也认为说 这个作战的部门应该要迫切需要 我们继续来听听 他最近提出来的一个叫做 共同作战图像 他觉得是很有需要的 他强调今年的汉光演习 那陆军的地图跟这个海军的 却有一些海图上有一些落差 所以在使得陆军在做这个 作战的演练的时候 可能会缺少一些重要的资讯 所以他提出这个共同的作战图像 你怎么判断 有没有这个需要 目前汉光演习里面 有没有这种东西 我跟委员报 作战共同作战图像 是一般来讲部队都弃 都相当的需要 所以我们现在都有陆军 海军空军 现在目前可能是各有各的 但我们也希望把它总整在一个图像上 但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总整 在一个图片上的话 我们有分别不同的这些资料 所以陈上将所提出来这个 确有需要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共同图像 大家一个作战部门 或情报部门 有的资料才能够做判断 做分析 好 之后选举了乌贼战又开始出现了嘛 这是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在网路上po文抹黑 说罗廷伟软禁女朋友还弃养父亲 最后这文章被偷偷删掉了 没有想到有时事评论员跑来爆料 说梗图是民进党中央给的 立委参选人罗廷伟 罗志强还有蔡壁如 就纷纷跑到北柬暗铃提告炮轰 民进党主席 这个赖清德应该说清楚讲明白 希望不要变成了抹黑国家队 杰明政治评论员 竟然在节目上公开 自己声称这个梗图 是他自己制作的 上面写得很清楚 我写我 软禁女友 弃养父亲 但是他后续又跟我们说 他的依据来源是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的文章 张志豪所po的所有文章里面提到我 软禁女友 弃养父亲 到下午4点 张志豪自己心虚直接删除他所提到的片段 汪洁明自己留言爆料 说这个图卡是民进党做给他的 特别拜托强哥还有病如姐陪着我 我们在台北地检要按您控告 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有一定的责任 这是你所下所散布的一个梗图 并且中央厨房所制作的 选举到这种程度民进党是慌了 然后就开始去抹黑候选人 欺负候选人 所以今天我想赖清德调的就是一个交代 所以来这边陪庭委 就是希望能够端正我们这样的一个选风 让民进党拜托民进党不要再继续的 变成一个抹黑国家队 我当然是来力挺 力挺我们这样子一起在这个 立委选举的一个候选人的事件上面 不要这样扭曲到没有人格 那也去抹杀了一些 别人的人格甚至已经 这个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指控 进党的这种党团里头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我觉得这个都大可不必 然后他就是会一直这样子一直传一直传 那我想在这里还是要呼吁 就是一个干净的选举 才是我们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 那么这份名单 这个很多人都说引发争议 那除此之外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澎湖已经推出的一个叫做军事体验馆 那你在现场是可以穿军服 戴着钢盔 甚至还有沙包当掩护等等 这是传说中的棉被折成豆腐 通通都在这里看得到 掌管也很特别 利用了一个影音的效果 你可以体验 有种真枪实弹炮击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看 炮声响起 震耳欲聋 这是澎湖新推出的老兵游澎湖活动 特别打造军事体验馆 馆内播放多媒体影片 要让大家体验战争的感觉 老兵们仿佛回想起 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岁月 参观的老兵们穿上军服 戴上钢盔回味无穷 展览还还原出军营宿舍的摆设 简朴弹整洁的陈列 更有传说中折成豆腐块的棉被 军械式则展出105公里人员杀伤弹 76公里破甲榴弹 铝制水壶军用大背包等早期武器装备 还提供武林机枪 武器老步枪 及军队制服供民众现场体验 战车40650机 馆内的震撼教育区 让民众透过影音特效 实际感受澎湖战地的火炮威力 开馆三天 已经吸引700多人入馆 参观的老兵们都很开心 当年军营生涯的场景重现 记者 严谕龙 王阳 澎湖 前方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